嘿,谁成想啊,这瓜尔家是个有气性的主,受不了他这份欺辱,回到家之后啊,越想越想不开,大烟糕的舅舅自杀了 您好,我是昆仑六十,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端康皇太妃和这末代小皇帝溥仪之间的故事 有人说咱们这段故事讲的呀,他多少个儿骂题了,这里边也没有轻功一按的影子呀 哎,其实不然,他不符合常理呀,本身就是一按,在宫里啊,清朝那会儿啊 这皇上啊,没有管前朝的妃子叫妈妈的,像端康太妃这种前朝的妃子呀 有的甚至连太妃的名号都不封,皇上称呼起他们来呀,也无非就是某朝某妃 不可能称呼他们为恶宁,可是这端康皇太妃就不一样了,这是元大总统的口语呀 那谁让你这大清国王了呢,那那那大总统说的那就是圣旨 所以说呀,这幼年之时的宣统皇帝呀,也会围在端康皇太妃的身边 恶娘长,恶娘短的叫,其实呢,这老实了半辈子的锦妃娘娘 心态上啊,在这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一驾崩,就有变化了 恶婆婆和不怠近自己的丈夫驾崩之后,这锦妃娘娘啊,反倒显得轻松了不少 至于抚育小皇帝嘛,那是人家龙玉皇太后的事儿 这会儿大清国还在,这太后啊,那还是正经的皇上的妈 虽然这先帝爷驾崩了,但是也不用像前邪朝一样 哎,先帝驾崩以后,这妃子呀就要移宫外露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咸丰皇帝以前呢,所有的清代皇帝后宫当中只要是先帝爷的妃子 这新皇登基以后啊,就要从东西六宫中搬出来 哎,首先说呀,是给人家这个新皇上的妃子到地方 其次呢,也是为了避嫌 虽然说呀,是先帝爷的妃子,这很多妃子呢,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与这个皇上啊,建长了啊,怕出乱子 这事儿不用我细说了吧 万一有个洒汤漏水的传扬出去呀,谁脸上都不好看 万一再生下个孩子,那算是皇上兄的呀,还是算是皇上儿子呀 对喽,他好说不好听 所以说呀,这些前朝的妃子呀,就要搬出紫禁城的内宫,住到外露 您像什么这个慈宁宫啊,寿康宫啊,这些都是紫禁城外露的院子 您要是以后我去这紫禁城游览,分不清吗 我告诉您个简单的招 您瞧,您站在内宫的门口,就是乾清门的门口啊 那条叫天街 哎,往西那个门呢,叫隆宗门 往东那个门叫景运门 也就是说呀,出了这两道门,就是紫禁城的外露 所以说呀,在咸丰皇帝以前 您像啊,乾清宫,昆宁宫,焦太殿 还有这个东西六宫 这些地方啊,是紫禁城的内露 是归人家皇上带着所有妃子居住的地方 这太妃们啊,是不能住在这个院里边的 您像这个紫禁宫,寿康宫里住的呢 都是太后,是皇上的妈妈 这皇上啊,每天都要过去呀,给这太后请安 其他的前朝妃子呀,够不上皇上妈妈的 按照这大清国的旧制啊,这些前朝的妃子 在五十岁以前是不能够见皇上的 咱们还得把这话头拉回来 继续说这个敦康皇太妃,也就是这个锦妃胖娘娘 宣统三年之后啊,这大清国王,清帝殉了位了 虽然这紫禁城里啊,这溥仪还自称皇帝 但是呢,必定是自个儿外外 没事啊,都自己开心罢了 哎,这前朝的太妃啊,更不算门了 可是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说了,这殉帝溥仪的教育问题是很大的事 龙玉皇太后啊,驾崩得早,所以说这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啊 就自然落到了同志朝光绪朝这几位太妃的身上 并且这大总统说了,这四位太妃当中啊 以敦康皇太妃为首 他为什么说啊,得选出一位为首子来呢 嗨,实际上这架呀,已经打过一回了 这段故事啊,有人说是发生在慈禧太后驾崩之后 可是我不太信啊,我觉得这不符合常理 为什么呢,您听我说,这故事啊是这样的 说慈禧太后驾崩以后,哎,大伙都回来了 但是呢,有三位妃子没回来 就是于妃,巡妃和晋妃 这三位啊,那都是同志皇帝的妃子 慈禧太后的子宫奉安之后 这龙玉皇太后啊,就带着小皇帝 领着大队人马回了北京城 这三位妃子可是没回北京 一拐头啊,就奔了惠陵 这惠陵里埋的是谁啊 这惠陵里埋的呀,就是同志皇帝 和他正牌皇后阿鲁特氏 这三位妃子呀,把这惠陵的 卢恩殿偏殿收拾收拾就住进去了 说什么呀,也不回北京城了 没办法,这摄政王崽峰啊 就紧得秧啊呀 怎么回事啊,撒嫂子 三位太妃呢,就问崽峰 说这皇上是谁的儿子呀 这崽峰心了说废话 这皇上是我儿子 可是他不敢这么说呀 他说呀,这皇上啊,是牧宗祭子 兼挑德宗 这三位太妃说对呀 那不是先是牧宗的祭子 兼挑德宗吗 既然是这样 我们是牧宗皇帝的妃子 这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是 这小皇上的妈妈呢 见着太后啊 我们还得自称奴才 你们这属于是不将礼欺负人 所以说我们紧仨呀 决定了 在这住下去了 一直住到死 好陪伴牧宗皇帝地下 我们不打算回北京了 这摄政王一听 这不行啊这个 这不合谣性啊这个 于是紧得秧啊 又上书朝廷啊 给这三位太妃封了封号 也就是说呀 这朝廷承认了 他们呀 也是这小皇帝溥仪的妈妈 所以说这三位老太妃呀 才回到了宫中 我觉得这件事它即便是有 或者说呢 它是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影子 那也只能是 这龙玉皇代后驾崩以后的事 因为这几个人呢 他位分不一样 差的非常悬殊 他斗不到一块去 就凭您几个前朝的妃子 敢跟皇后斗咳嗽 斗好了吧 弄的是一个没理没面 斗不好啊 您连寡妇大院都住不了了 秘密消失 那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所以说呢 龙玉皇代后驾崩之后啊 这三位太妃他闹 他也是闹给 端康皇贵妃的 也就是这个胖锦妃娘娘 他们认为啊 这回拉平了 无论是从辈分和位分上讲啊 这四个人 他都属于是平等的 因为这个同治皇帝 和光绪皇帝 他是兄弟嘛 所以说也就是到了这会儿 他们才有胆子 争取自己的权益 那么这一闹起来 谁来平息这件事情呢 大清朝廷是没了 那就只有指着 民国政府了 所以啊 才有这个元的总统 来了这封守谕 让这四位太妃啊 共同教养小皇帝 并且以端康皇贵妃为首 那么为什么 非得是以端康皇贵妃为首呢 这事要是说起来 无比的简单 因为这锦妃娘娘的 清哥哥至奇啊 往大总统府送了五千块 现的羊 您瞧没有 这原因呢 是因为这里边他有人情 这一下子这锦妃啊 在这小朝廷的后宫当中 头把金交椅也算是坐稳了 对了吗 那有大总统预约这个 您听这事有意思吧 这大清朝的皇太妃后村 是明国的大总统 甭管怎么说了 大清国虽然是王 可是锦妃娘娘啊 他因祸夺福 一下子这位分啊 他往前挪了挪 还有个小皇帝 能叫他一声恶娘 他这辈子 做梦可能都没想到过 这恶娘还没当几天呢 这胖娘娘就飘了 他对这个溥仪啊 小皇上有极强的控制欲 据溥仪自己回忆啊 说有一阵子呀 他迷恋上了这个西洋的小玩意儿 有这么一天呢 偷偷命两个小太监 外出买了一些洋袜子 洋西装的一些洋货 没事呢 就偷着摸着呀 在自己的寝宫养心殿里 试穿着玩 没料想啊 让锦妃知道了 他认为这是违反祖宗家法的 于是啊 他就要施展一下 这黄恶娘的威风 把这两个小太监 就捉到了永和宫 打了一个皮开肉战 自此啊 这小皇帝和锦妃 这梁子就算接下了 可是作为儿子 这溥仪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啊 总有压垮落他的 最后一根稻草 有这么一天 这锦妃娘娘啊 不知道犯了哪门子协尽了 把太医院的一名太医 叫范一梅给开除了 这一下溥仪可不乐意了 这范一梅啊 是专门给皇上看病的 溥仪觉得这个人很得用 正生着气呢 这皇上老师凑过来了 皇上老师叫什么呀 皇上老师啊 是陈宝琛 陈师傅啊 早就看不惯锦妃娘娘 这嚣张跋扈的劲头了 就对这个学生家长啊 也挺憎恶 于是呢 他就借着老师的身份啊 给这皇上啊 讲了一番什么叫敌意 什么叫树 最后还加上了一句 身为太妃啊 未免太过专权 太过分了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在前不久啊 这锦妃娘娘刚刚惩罚了 溥仪身边的两个小太监 这俩太监了不得 您想能在皇上身边伺候 是皇上的心佛 他能是一般的人吗 他们是大总管张谦的徒弟 张谦一看 时机到了 于是也凑过来扇扇子 他就跟这皇上说啊 这太医院的事啊 也应该万岁爷输了算 奴子都看不下去了 小华一听啊 说的有理 于是啊 一生气就离开了上书房 直奔永和宫 进了永和宫啊 一不请安 二不交恶娘 一手恰药 一手指着锦妃的鼻子 一通嚷嚷 这下他算出了气了 扭头就回了自己的养心殿 您想想能完得了吗 这皇太威啊 气得要死 于是就打不然去 赶紧把他亲爹 摄政王宰丰给我找来 并且让他亲妈 郭二家右篮一起进宫 少一个也不行 少一个呀 我就死去 这两口子接到信之后啊 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 赶紧呢 就往宫里跑 划分两头啊 咱们单表一支 咱们先说说这个摄政王宰丰 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摄政王了 但是他必然是溥仪的亲爹啊 他在这个上书房啊 就质问溥仪 说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能这么顶装太妃呢 这溥仪一听啊 他也急了 他跟着王爷说 您瞧 在王府上 我弟弟普洁 管不管这个您的侧附近 和这个小妾交恶娘啊 这溥仪一听说 当然不能了 只能管敌附近交恶娘啊 溥仪说招啊 那我凭什么 管一个先帝爷的妃子交恶娘呢 这我的恶娘啊 死了 驾崩了 埋在崇陵里了 就是龙玉皇太后 这崽风啊 这听完小皇上这些话之后 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只有我抓脑袋 作牙花子 搁起这爷俩不说啊 咱们再说锦妃那头 这胖娘娘啊 好像叨着礼了 见着这郭尔佳右蓝 也就是溥仪皇帝的生母之后啊 一句话没有 你啊 外边给我发跪气 你儿子不是折腾我 瞧不起我吗 我就要以前朝太妃的身份啊 折腾折腾你这王府福尽 你呀 这跪着吧 什么时候啊 等我气消了再说 嘿 谁成想啊 这瓜尔佳氏啊 是个有气性的主 受不了他这份欺辱 回到家之后啊 越想越想不开 大烟膏的舅舅 自杀了 这锦妃娘娘得到这个信之后啊 也是吓坏了 这必定啊 这瓜尔佳氏 那可是小皇上的亲吗 这下娄子了 这小皇上要是借题发挥 跟我闹事 我还真没法答复他 于是自此以后啊 这锦妃娘娘 也不好再管这小皇帝了 在他面前呀 多少还得苟着点 亲妈被太妃逼死了 这小皇上也想发作 可是他再一想啊 这关系闹僵了 对谁都不好 还得让外人看他笑话 既然你不在我耳根子底下 烦我了呀 我也乐得个清静 干脆就这样 两遍吧 这锦妃娘娘呢 也是极力的讨好溥仪 在这个溥仪的婚事上啊 有人认为啊 应该立着雍容华贵 稳重的婉容为皇后 也有人说呀 不行 应该立着活泼可爱的 文秀啊 为皇后 这端康皇太妃啊 观察了一下 小皇帝溥仪的心思 哎 决定了 都娶过来 一个为后 一个为妃呀 从此啊 一直到这个 端康皇太妃 空事 这哪儿俩的关系啊 倒是一直很平和 得嘞 今儿天儿也不早了 我是啊 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爱着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明儿见